有这样的问题也在加拿大 慈禧志工和当地的安大略省素食银行合作 每个星期都替低收入户发送食物 结果就在发送的过程 发现很多低收入户的孩子 有开学的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有充足的日用品 所以这一回志工特别在开学前夕 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文具用品 为孩子们送上新学期的祝福 一个书包怎么能让孩子笑得这么开心 或许很难想象 在社会福利良好的加拿大 还是有家庭 连为孩子准备铅笔笔记都有困难 我知道父母 单独的父母 我知道孩子没有父母 他们都没有钱买的包包 有时候他们都没有包包 和笔刀 所以这个非常有助力 尤其是食物资金项目 他们都是低收入的人 所以他们真的需要 和这个计划 他们都愉快 书包打开 签笔塞笔 上学用得到的文具全都准备好了 加拿大慈祭园从去年12月开始 参与按大略审速食银行美洲的发放 发掘孩子需求主动提出计划 就像为自己孩子准备开学一样用心 也因为这样第一次的学用品发放 就能贴近孩子的心 带来新闻真身美之工牛田苗 李嘉祥 将来大报道